疫苗接種的是東華醫院 深視治療部醫生譚達恩 每個接種疫苗的人都要先前寫個人資料以便之後追蹤 因為目前可以作緊急使用的Pfizer 和班車研發的新型肺炎疫苗 要分兩次接種才能夠完全發揮作用 今天先打第一針 21日後才會再打第二針 醫生說正常的疫苗臨床試驗一般需要6個月 而今次緊急使用的新型肺炎疫苗 臨床試驗只有2個月 因此某些接種者可能會有輕度到中度副作用 多數症狀和流感疫苗相同 例如是頭痛 接種除了出現疼痛、肌肉和關節痛 某些人可能會有互心症狀 不過醫生強調 目前授權使用的疫苗有效率高達95% 因此接種疫苗仍然離大於弊 東華醫院收到的第一批疫苗有100劑 今天為最前線的醫護人員施打 醫院預計下星期還會收到更多疫苗 希望短期內能夠為醫院所有400多名醫護人員接種 東華醫院將按照市衛生局指引 分四階段為社區做接種服務 首先是醫護人員 第二是人口密集的長者照護中心 散訪住客、教師 以及本身已經有病的人 第三是必要工作者 第四是教育健康的年輕人和兒童等 還未打疫苗的人 如果懷疑感染新型肺炎病毒 應該立即做檢測 如果大家對自己的病情有擔心 或是會有受過感染 或是Explosion的話 就不要等 就盡快去到我們其中一個檢測站 但是如果你真的不舒服的 我們的診所是每一天都可以為你服務 為你做檢測 不過醫生仍然建議 不能夠放鬆和延緩 對其他疾病的治療 雖然COVID的情形很嚴重 現在出面 但是